大家好,欢迎收看特备节目 50 Questions of Gwai 我是主持人 Chilton 今天我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在纽西兰住了十多二十年 专门从事Gwai matchmaking 的Gwai头文博士 为我们解答有关Gwai的五十个问题 事不宜迟,让我马上打电话给Gwai头文博士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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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谁这么早就打过来 Hi!Hi!Yes!Yes!Yes!Hi! 这里是United States 你在纽西兰那边听不听到啊,博士? 喂?你好啊,Chilton 龟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种挺噁心的生物 例如它皮肤的闻脑 或者它很硬的壳 还有它走路的方式 那么多动物 为什么你对龟情有独钟呢? 龟又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呢? 怎么噁心都不够我 那样子噁心了 它那种吸引 是由爱到奈 再去回爱 小龟长成大龟的过程中 它的壳是否会一起长大的呢? 还是生到某个阶段 它就会脱了壳 然后由龟头文博士 你帮它换大壳呢? Chilton 我想你看Mario太多了 龟的壳是一块一块一块 而不是整个一块 记住,是自然脱落 千万不要收太多 撕它下来 不是就很容易剩下它们的壳 嚴重的话 可能会细菌感染 是不是所有的龟都是素食者呢? 如果有吃肉的龟 你会喂什么肉给龟吃呢? 烏龟一部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杂龟 Turtle 第二种是绿龟 Tortus 杂龟和你一样都是杂食性动物 它们喜欢吃鱼猫、虾仔 甚至是一些昆虫 对水的依赖比较大 大部分都要在水中进食 而绿龟就是素食主义者 主要吃蔬菜水果和植物 例如仙人掌 它们平时的生活主要是绿地为主 龟会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呢? 例如它肚饿的时候 或者要变变的时候 或者它很生气的时候 龟有没有声带的呢? 龟是没有声带的 所以它们是不会出声 如果你的龟发出怪声 那可能就是肺部 或者是呼吸有问题 为什么龟走路这么慢呢? 有没有走得快的龟 甚至有没有懂得跑步的龟呢? 龟行动慢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 因为它们是变温动物 它们没有足够的能量 去支撑它们平时的活动能力 其次是它们的身体构造 它们是爱割落的动物 它们的殼有一定程度 阻碍它们的活动能力 但正因为这样 龟才可以慢慢消耗它们的能量 这也是它们长瘦的原因 但是龟也是行得快的时候 但是当它们受到惊吓 或者是有危险的时候 女生的龟会不会有menstruation呢? 如果有,你要怎么处理呢? 当然没有啦 如果你的龟有出血的现象 快点带它去看手衣 龟哥的大小异便 是不是都是同一个排泄口出来呢? 还是男生龟和女生龟的排泄口数量 会有所不同呢? 人有A眼、B眼和C眼 而龟龟的大小异便 都是在C眼中出来的 怎样分男生龟和女生龟呢? 是不是要掀开它们的穴殼才能看得出呢? 我们去片 这种是我最近买的小草龟 只有几个月大 龟一般要2-3年后 才可以判断性别 不同种类的龟有不同判断的方法 草龟可以看它们尾的粗幼 粗而长的是红性 反之是痴性 这种这么小 我真的猜不到啦 也可以看它们排泄口 距离腹甲的软近 来得近的是红性 软的是痴性 再来看看我另外一只龟 它是一只3岁的红腹侧颈龟 而今年我就可以很肯定 判断它是一只红性龟 你看看尾多粗 请问男性龟和女性龟 是怎样配合的呢? 它们是用什么姿势的? 通常时间持续多久呢? 烏龟一般交配 都和你一样是男上女下 有时你会见到红性龟 龟板下方比较凹 那是因为为了方便交配 龟头文博士你作为一个广东人 相信对凉茶都很熟悉了 那你平时会不会吃龟灵糕 来降火啊? 我吃你的死人头 我XX你 卡卡卡卡 你被我发现好像只有答十条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 你已经答了我们十条问题了 但还有一条问题 是很多热心观众想问的 求求你吧 帮我们再答一条问题 古语有魂 摸摸龟头 无忧无仇 摸摸龟尾 幸福又完美 请问龟头文博士 你有没有摸过龟头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龟头我就没摸过 但是我又被龟咬过 我还记得那天月黑风高 杀人员 我摸摸摸摸摸我的龟 他一膽摸过来 所以没有什么事 就不要摸龟头了 今天非常感谢龟头文博士 在纽莎兰和我们连线 为我们解答了50个 而不是 是11个有关龟仔的问题 如果各位对龟仔博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 说不定龟头文博士 在白亡之中 会解答你们的问题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